我曾是大山里人人惧怕的神婆 路过的狗都要挨我两句诅咒 三年前全村人三寇九拜 把我送去读大学 跪求我这辈子都别再回去 结果转头我被人贩子拐了回来 哎 刚刚在那边看到他们 感觉村民棍子底下的他们 还蛮疼的 你 你好 你是 请问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酒吧里 一个中年大叔 操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 拦住了我的路 就连搭讪都是老掉牙的套路 我注视着杯子里新红的酒 头都没抬 先生 我看你印堂发黑 今日恐有血光之灾呀 下一秒 路过的服务生不知怎么一脚踩空 手里的托盘瞬间飞了出去 正好砸在了我面前男人的后脑勺上 Oh shit 听着身后男人的爱好 我提起心白的香腊走出了酒吧 深藏公语名 但我没想到他那么执着 走到门口的时候竟然追了上来 身后还跟着一群保镖 我按骂了一声 好像不小心惹到了麻烦 就在这时 路边驶来一辆出租车 我直接以体测跑800的速度跑了上去 结果 刚上出租车 迎接我的是一块浸满迷药的毛巾 得 遇到人贩子了 二 但是幸好我还留了一手 不对 好几手 由于及时屏住了呼吸 我没几分钟就恢复了意识 我全缩在后排 手和脚都被绑着 一件酸臭的军大衣 严严实实的把我从头到脚都盖住了 在军大衣的遮盖下 我很轻易的从项链里 扣出了精妙的报警器 只需轻轻一摁 它立马就能自动报警 并朝卫星发射实时未知信息 然而当听到一个熟悉的地名和人名时 我又把报警器放了回去 笑死 把我卖给我老乡 真有他们的 掐指一算 离开村子也有三年了 好像也是时候该回去一趟了 想到这里 我心安理得的躺平了 老 老大 这 这娘们真是傻 自 自己跳上咱们车了 副驾驶卫的飙行大汉 转头结结巴巴 对驾驶卫的人黑黑笑道 被他称为老大的男人催了一口 少废话 老三那边怎么样了 让他立即放走他捉到的猎物 到火车站与我们会合 标形大汉一脸纠结 男人却好像猜到了他心里的小九九 一脸不耐烦地打断道 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是这次只有咱们三个 老三还是新人 一次性两个猎物我们吃不消 我怎么说就照做就好了 废话那么多做什么 是 是 大汉长得一脸凶相 却对瘦巴巴的男人言听几从 我在后排默默看戏 顺便执业并给这哥俩看了个像 这两人也挺有意思 都是命中代煞的命格 就连以后的行妻都一样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在车站接上老三以后 车里的空间瞬间显得逼泽起来 我挑眉 如果没问错的话 这个老三身上有一股火药味 但前面的两兄弟身上可没有 而且这老三的面相正直 善良 惩恶扬善 事情还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呢 似乎是堵定我一个小姑娘翻不了天 又见我安安静静的 也不闹腾 他们一路上都没怎么搭理过我 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和谐 不像是绑架 更像是去郊游 反倒是那个老三总偷偷冲我几眉弄眼 换了几次车 绕了几次路 最后终于拐进了那座我熟悉的山 算 村口的老槐树还维持在我走时候的样子 我忍不住动了动手指 不知道我藏在里面的东西还在不在 车子进了村也没停 继续七拐八拐的往里驶去 村里的路四通八达 但这老大却对村里的地形很熟悉 想来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和村里做生意了 车子最后驶进了一家老师四合院 黑老大 这次的货色怎么样呀 一个贼眉鼠眼的瘦小男子 迫不及待地从屋里跑了出来 我一眼就认出来 这是老村长的儿子 二狗 黑老大咧嘴一笑 这次的是个高档货 脸蛋身材都不错 还是个厨 二狗闻言黑黑一笑 搓着手走到了车旁 透过玻璃打亮着我 眼里透出了猥琐的光 我勾了勾唇脚 盘算着应该送他一个什么样的见面女比较好 小娘们还挺骚 竟然对俺笑 嘿嘿 哥哥一会好好疼爱你 他咧开嘴 露出一口大黄牙 成功被他恶心到 盯着他的眼睛 我冷笑着一字一句道 嘿 我看你印堂发黑 今日会有血光之灾呀 二狗听到那句给他留下噩梦的话 脸上的笑容一僵 怎么了 黑老大不解 绕过二狗 打开了车门 身后的二狗 看清我脸蛋的一瞬间又笑了起来 小娘皮 你以为你胡言乱语点 神神鬼鬼蛋就会怕吗 当看到车窗里映出的光洁的脸蛋时 我恍然大悟 也对 当初我离开这村子的时候又黑又瘦 活像个小村姑 这几年我给人算命 补挂赚了不少钱 吃了不少好东西 滋补了回来 再加上这些年 我的命格一直都在变 影响了面相 他认不出来我倒也正常 不过没关系 我会让这村子里的人 重新都记住我的 我会让他们每个人的噩梦里 都有我的身影 一二三 朱唇清起 我开始数数 换一位落 一辆摩托车 二狗已经被摩托撞飞了 鲜血从二狗的嘴里喷射而出 像一条瀑布 越是罪孽深重的人 遭到我的诅咒以后反应就越大 看来我不在的这三年 二狗干的坏事不少 如果没看错 骑车的人应该是二狗的侄子 狗圣 他捧着鲜血淋漓的右腿 躺在地上哀号 看起来痛苦万分 刚刚的巨大声响 引得屋里的人也跑了出来 我扫了一眼 发现都是老熟人 我唇角微钩 慢悠悠地下了车 看来虽然姐不在 这里却还流传着我的传说 你 你是阎灵 一道苍老的四枯树皮的声音响起 我看向扶着门框摇摇欲坠的老头 头发全白 上半身勾搂的快锤到膝盖 眼皮下锤 几乎盖住了眼珠子 姑奶奶在此 倒是你这老头几年不见 混这么拉了 我靠坐在车头上 敲起了二狼腿 差点没认出来 他竟然是老村长 才过去三年 他却好像苍老了足足十岁 你 你不是答应过我们 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吗 听到我的话 他激动地反问 我嘿嘿一笑 本来是的 本来没想这么早就回来 我在心里默默补充 至于他说的永远 雅爷 亏他们敢相信我答应的事 说话是我的姓 不算数是我的名 但我是懂甩锅的 于是我指了指原地实话的三兄弟 你问他们呀 问也不问我的意愿 硬是把我拐回来了 众人看到三连猛逼的三兄弟 恼了 见火不够大 我继续加油 他们不长眼把我拐回来 大家一定很生气吧 我看你们印堂发黑 今日恐怕 人一时胸腺囊肿 退一步乳腺增生呀 很好 一句话 点燃全村人 毕竟 首先 他们是真的很憋屈 当初我走的时候 全村人跪在村口 求我以后别再回来 结果转头我就被拐回来了 他们不气才怪 其次 他们是见识过我的诅咒的 想必这群大老爷们 也不想得啥 胸腺囊肿乳腺增生吧 笑死 这不 已经开始有人进屋找棍子了 看你干的好事 二狗爬起来 抹了一把脸 对着黑老大他们 愤愤咬牙 感受到越来越多 不怀好意盯着他们的目光 黑老大急了 关我什么事 二狗 当初咱们可没说 不能管谁吧 你们讲讲道理行不行 再说了 它是你们自己买的 怎么能怪我们呢 你们这群不讲理的汉民 我有点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黑老大你牛波衣 竟然妄图给他们讲道理 还骂他们汉民 我笑死 他难道不知道 汉民最恨别人 骂他们汉民吗 果然 村民们更生气了 再加上我诅咒 他们才不管什么三七二十一 打完再说 棍子像雨点一样落下 拳拳到脸 棍棍到肉 在场的人 都争先恐后地 给了他们几下 生怕诅咒应验 你们 你们敢打我 小心我鱼死网拓 大家一起蹲监狱 别忘了 你们干的坏事 可比我们哥仨多得多 我们只是拐卖 你们可是 老大被打得破了房 开始口不择言起来 没等他说完 二狗已经捂住了他的嘴 看到那些村民脸上的心虚 我撵了撵手指 看来我不在的这三年 他们干了不少坏事啊 怪不得刚进村子的时候 我就发现 上空被一层暗红色的雾气笼罩着 这是大凶 但是无所谓 我严林会出手 好巧不巧 我大学学的是法学 左手刑法右手咒 我叫严林你记住 没人发现 我胸前黑钻项链里的录音器 悄悄录下了刚刚所有的对话 这个将是把他们 送去采缝刃机的证据之一 五 面对黑老大的威胁 人群有了片刻的寂静 结果下一秒 他们打得更狠了 呸 敢威胁俺们 我看是你们的嘴硬 还是俺们的棍子硬 不给你是打出来 算你拉得干净 二狗手里的棍子 抡得飞起来 黑老大仗着吃过 几粒城市里的米 经常对他们横挑鼻子数挑眼 他们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刚刚在那边看到人贩子 感觉村民棍子底下的他们 还蛮疼的 石座俑者 我敲着二郎腿看戏 则狗咬狗 精彩精彩 如果能有把瓜子磕磕 就更好了 结果余光一扫 咦 我真就在旁边的石桌上 看到了一盘瓜子 还是焦糖味的 美滋滋 老大身材瘦巴巴的 打起架来却很猛 老二也不错 一拳一个村民 刚开始他们还在奋力反抗 但双拳难敌四手 拳头干不过棍子 很快他们就被摁在了地上 老三 咦 老三呢 我环顾四周 发现已经没了他的身影 我几乎要忍不住 为他拍手叫好了 能从这么多人手下溜走 他也是真有两把刷子 但很快 我就笑不出来了 他有没有刷子 我不知道 他有枪 村民们打够了 散开以后才发现 少了一个人 老三 老三对我们村的地形很了解 从二狗家逃走以后 他竟然静止上了山 而山顶上 只有一座神婆庙 哦 也就是我的庙 等我姗姗来迟 回到神婆庙时 就看见了这样一幅场景 老三举着一把手枪 枪口对准了庙里的黑豹 黑豹也不示弱 他也开嘴 露出一口雪白发亮的尖牙 目光紧紧的盯着面前的人 不是 哥们 你说你擅自闯进我的庙就算了 你拿枪指着我家小猫做什么 我无语 听到我的话 男人深吸了口气 妹子 你睁开眼睛看看 那他妈是一只黑豹 一只半人高的大黑豹 七 相八老 不对成八老 不就是只黑豹吗 大惊小怪 我轻笑一声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小猫是他的名字 而他是我家的宠物 别太荒谬 豹子怎么会当人的宠物 男人一脸 怎么可能 你在逗我 我不信的表情 你是觉得我驾驭不住他 拜托 我可是神婆 犹豫片刻 他放下了枪 小猫很通人性 见面前的人放下枪 他也放松下来 我热情的对小猫招了招手 乖宰小猫过来 给姐姐抱抱 然而他却装作看不见我 鼻腔里发出一声气音 扭头就朝李屋走去 擦 刚刚这十三 装的有多飞起 现在就有多尴尬 三年了 这家伙还没消气 可 好久没回来 有点生疏了 以前我们关系很好的 我跟你讲 他还学过狗叫逗我开心呢 我强行解释 下一秒 李屋发出一声嘀吼 充满了威胁的意味 哇 小猫的心 比大润发杀了十年鱼的刀斗呢 扑呲 不好意思 没憋住 男人笑起来 露出两排大白牙 他是那种比较硬莽的长相 浓眉大眼 小麦色皮肤 笑起来却皮皮的 不像警察 倒像个黑道大哥 六 是的没错 老三 也叫林扬 是个臥底警察 他告诉我 黑老大是最近他们对 正在调查的人口拐卖案的主犯之一 他的同伙众多 拐卖手法也五花八门 其中最常用的一种就是 挑选出几个长相不错的人 让他们去酒吧 然后寻找合适的猎物 向他搭讪 女性 尤其是单身女性 是他们的首选 他们会想办法灌罪对方 然后佯装成他的朋友送他回家 然而 那些停在酒吧外面的出租车里 是早已经准备好迷药的同伙 他们的团队配合很默契 也很谨慎 即使在路上也是 他们会多次换车 换人 绕路 其作案手法之严密 让警方束手无策 幸而 前几天 被派去黑老大身边坐卧底的林阳 成功获得了他的信任 再加上他那张皮帅皮帅的脸 最是兽女孩喜欢了 于是 黑老大把他派去了酒吧 抓猎物 其中有一个乌龙 其实 警方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个女警 假装猎物 林阳甚至已经成功和他接上头了 却没想 中间杀出一个我 讲真的 有被无语道 但凡我能给自己算命 也不至于傻呵呵的自己跑上贼车 林阳要抓捕罪犯 而我和村民有仇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和林阳一拍即合 当即决定联系警方 李英外河联合包抄 却没想 他妈的 一定是网不好 一定是 林阳站到山顶一处空旷的大石头上 一脸地铁老人的表情 看着手机屏幕 我指了直左上角的信号图案 这明明是信号满格 愣神片刻 他自言自语道 那不应该啊 队长收到我的消息 一项都是秒回 难道他没看到 于是 他又给通讯员 和其他负责这项案子的同事发消息 结果无一例外 全都是沉大海 他不信邪 开始拨打局里的电话 听着电话里传来的盲音 我们都愣在原地 被拉黑了 我拿过他的手机 拨打了我的电话 下一秒 悦尔的DJ版手机铃声 响彻整个山顶 我要向前飞 我是等爱的玫瑰 想了想 我用我的手机 拨打了他们局的电话 片刻 那端清晰地传来了界线员的声音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对林阳使了个眼色 让他少安无躁 然后试探道 我想问一下 林阳是不是你们局的 没等对面回话 我紧急补充 必须实话实说 否则摔大跟头 结果 对方丢下一句 对不起 哼 我不认识 就匆忙挂断了电话 林阳抢过我的手机 慢慢咧咧拨了回去 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盲音 他咬牙骂了一句 这群狗日的 他明白 自己这是被抛弃了 他猜 黑老大和村民的背后 一定有人 过不止一次 而且 每次都与人口拐卖案有关 突然 林阳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 是一个公用电话号码 小林 是我 队长 我就知道 局里不会不管这事的 对不对 林阳又惊又喜 像是抓住了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对方叹了口气 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我比谁都了解你 为了办案命都能不要 但这次你听歌一句劝 回来吧 不 我要留在这里 我是警察 我走了 谁来救他们 林阳一拳锤在石头上 你小子自己都尼菩萨过江了 村口 老怀树下 我只等你两个小时 要走你走 我不 不等林阳说完 对面就挂断了电话 最后 林阳还是没走 气 晚上 我看着地上翻来覆去 睡不着觉的林阳 忍不住开口了 林阳 你是个烙饼的好手 做便衣时一定没被怀疑过 他起身 一脸惊讶反问 妈儿 这你都能知道 我说 连睡觉都不忘时刻翻面 肯定不会胡 他默默躺平了 再没搞过乱七八糟的动静 好不容易快睡着了 他突然开口了 妈儿 我睡不着 你能给哥讲讲 你为啥讨厌村里的人吗 我直接一个枕头飞过去 再探麻烦老娘 你就滚去堂屋睡 听到我发火 他立马安静下来 堂屋没门 晚上冷不说 还有可能会进老鼠 他吧 从小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老鼠 屋内又恢复了寂静 甚至能听到堂屋里 小猫酣睡时的打呼声 但我想到他问我的问题 却睡不着了 为什么讨厌那些村民 岂止是讨厌 而是恨 他们亲手杀了我的阿婆 我最爱的阿婆 阿婆是上一任神婆 我十岁那年 因为弟弟想吃肉 被爸妈派去山上抓野鸡 结果野鸡没见着 我却不小心跌进了捕猎的陷阱 奄奄一息之际 阿婆救了我 他说我和他有缘 要把一身本领传给我 让我做下一任神婆 在我们村 神婆的地位很高 我当然求之不得 于是 他用两个馒头 把我从我的便宜爸妈手里买了下来 多么可笑 我就只两个馒头 多么幸运 我被阿婆用两个馒头买下来 阿婆对我很好 他说我有会根 是好苗子 但我们都没想到 我的会根塔是歪的 按理说 神婆是给当地祈福消灾的 但我不一样 我只会起灾 我念了个求宇宙 结果村里连续三个月大晴天 我为村民求子四望生 结果那一年 村里再没女人怀过孕 阿婆却只是叹了口气 说命该如此 我当时以为阿婆是说 我命该如此 后来才知道 他说的是 这村子命该如此 村里的人知道这是以后 都觉得我会气 想要烧死我 那时候我还小 根本护不住自己 是阿婆拼了老命 把我从火场抱出来 从那之后 我再没学过神婆炸几里的咒语 也没再念过咒 我只想和阿婆在一起 安安生生地活着 但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们 阿婆66岁生日那天 我偷偷藏在了神像下面 手里端着我亲手 给他做的莲子羹和长寿面 准备在他做完祈福仪式后 突然蹦出来他一惊喜 却没想 没等祈福仪式做完 村民们拿着铁棍闯了进来 他们朝阿婆要神婆炸击 阿婆死活不给 因为这是历任神婆留下来的规矩 炸击只能传给神婆 不能给外人看 否则神会发怒 最后 他们恼羞成怒 用铁棍活活敲死了阿婆 而我目睹了一切 阿婆满身鲜血地 倒在了众神像脚下 正好与我对视 厌气前 他还在用嘴行我说 别出来 活下去 我拼命捂着嘴巴 生怕哭出声被他们发现 我要活下去 我要为阿婆报仇 知道那年荷花池的荷花 为什么长得那样漂亮吗 因为阿婆在里面 爸 昨晚做了一宿噩梦 我的大脑里一团江湖 以至于第二天一早 当我打开庙门 看见门口蹲着的白毛少年时 我以为我睡眠不足 出现了幻觉 我一定是没睡醒 原来生怎么可能会来这里 我拍了拍脑门 转身就走 喂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他绕到我跟前 一把抱住了我 在我耳边轻轻道 好久不见 鼻尖营绕着冷山香 是原来生身上独有的味道 我手忙脚乱的推开了他 他看着我 笑得人畜无害 露出两颗可爱的虎牙 不是 我只是没想到 你会突然来这里 我有点无措 自从三年前 因为高考报志愿问题闹掰之后 我们再没联系过 还有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他的笑容有一瞬间的僵硬 就想来庙里拜拜 结果发现大门从里锁了 我就猜到是你回来了 嗯 进来说话吧 我带他进了院子 看见他 小猫激动的跑了出来 热情的围着他转圈 疯狂贴贴 就差跳他身上去了 再想到这些天 他对我不冷不热的样子 我直接眼红病犯了 MD看到原来生比我受宠 比杀我难受 原来生安抚完小猫之后 抬一眼就看见 从内屋里出来 正准备出门的林阳 他一脸意味深长 这位是 我打着他肩膀一巴掌 别瞎想 只是借助 他是游客 来神婆庙祈福的 林阳顿了顿 附和道 对 是游客 你是他男朋友吗 看起来很般配 原来生很自然地点了点头 我一巴掌拍在了他后脑勺上 别闹 是弟弟 我说 哦 那挺好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有个弟弟挺好的 林阳越说越乱 原来生挡在门口 隔断了林阳看我的视线 他轻挑眉头 则 原来只是弟弟啊 那好姐姐 我许久没回来了 你能带我出去转转吗 没等我回复 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男人 又继续道 只有我们单独两个人哦 和林阳打了个招呼 我带着原来生出了门 路上一个人隐都没有 安静到我觉得浑身不自在 于是我率先打破沉默 你 不生气了 姐姐这是说的哪里话 姐姐怎么会做错呢 要错也是弟弟我的错 怎么会生姐姐的气呢 而且 就算姐姐做错 弟弟也会毫无条件的原谅呀 原来生 你正常点 他句句不离姐姐的弟弟 听得我牙都酸了 谁让你说我是弟弟 我可从来没把你当姐姐 他勾了勾唇脚 算了 我不和木头一般见识 从来没把我当姐姐 我心微沉 看来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你果然是木头 看着他气冲冲走在前面的背影 我却突然好像透过他 看到了三年前 那时他也是像这样 头也不回的走了 就 原来生是个高智商天才 14岁时他参加一场医学竞赛 被顶尖医科大学的教授发掘 破格收为关门弟子 他很喜欢医学 尤其是喜欢搞一些 奇奇怪怪的医学实验 认识我以后 他就喜欢拉着我一起做实验 因为我以前跟着阿婆学过中医 他说我提出的一些观点 会给他灵感 他的想法都很大胆 是让我都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步 从胎盘里提取 可以让人类寿命延长的物质 刚听到时 我怀疑他是不是读文献读傻了 后来 没想到他真的从兔子的胎盘里 发现了那种物质 但是实验还是失败了 因为里面杂质太多 就算提取出来也已经被污染 失去了效果 我以为他会就此打住 却没想他又锁定了 新出生小动物的脑脊液 万物皆有灵 兔子老鼠的命也是命 我制止了他 他只是叹口气 说了声可惜 说实话 我也挺喜欢和他一起做实验的 那段备战高考的日子 我都是在他的实验里度过的 他教我数学题 我帮他整理实验数据 那几年是阿婆去世以后 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光 我甚至产生了 就这样和他一起 泡一辈子实验室的想法 学医 好像也是个蛮不错的选择 高考前夕 他问我要不要选医学 面对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 我几乎想都没想 脱口而出 要 可看着他欢天喜地的样子 我还是选择了闭嘴 后来 我报志愿时 选了法学专业 不出意外的 我们掰了 他觉得我欺骗了他 可我却连句解释的话都说不出 说什么呢 说我们村的村民 杀我的阿婆 说我想亲自为阿婆报仇 让那些杀害他的人付出代价 可他本应是要在医学界 大放异彩的天才 我怎么忍心 让他和我一起背负这些 十 村口 大槐树下 我绕着树转了几圈 然后确定了位置 你在做什么 袁兰生一脸莫名其妙 我说 挖坑 他看了看帮应的地面 又看了看我 你没事吧 我没有理他 而是捡起地上的小石子 朝不远处的灌木丛丢了过去 乖仔仔 过来帮个忙 回去给你烤鸡 我用夹子音 对着灌木丛道 夹子音 烤鸡 都是他的最爱 下一秒 里面走出一只黑豹 正是跟了我们一路的小猫 他依旧高冷的很 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却很想笑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几天只要我一出门 他就在我屁股后面跟着 明明早就不省我的气了 却还在装 我指了指那片空地 诺 他逆我一眼走了过来 两只锋利的前爪 三下五除二 就把地面挖了个洞 挖了大概有二十厘米 一只小巧的铁盒露了出来 对 就是这个 我眼前一亮 上前取出了盒子 袁兰生好奇地问 这是什么 我嘿嘿一笑 你的丑照 则 想不到你这么迷恋哥 袁兰生抢过盒子 一脸臭屁 我夺过铁盒 照片给你 盒子给我吧 锈了 颠了颠盒子的重量 我朝不远处的溪流里扔去 其实盒子里还有一个暗槽 里面放的 正是神婆炸鸡 但是 既然村里 不会再有下一任神婆了 何必再留着她 回神婆庙的路上 袁兰生突然拉住了我的手 我一愣 干什么 少年看着我 眼中带着歉意 阿玲 对不起 察觉到少年的不对劲 我当即就想挣脱开她拉着我的手 却没想 手上一痛 我陷入了昏迷 再次醒来时 我在一间简陋的小木屋 只一眼我就认出 这是当年我和袁兰生待过的实验室 手腕和脚腕上传来的冰凉触感 让我心头一惊 我的四肢都被手铐靠住了 手铐的另一头 通过铁链连接着铁架床 再看到手背上的针孔 我瞬间明白 她对我下了迷药 我怒骂了一句 混蛋袁兰生 你要做什么 醒了 屋外传来她的声音 下一秒 她端着一碗汤进来了 我咬牙 你他妈锁我干什么 她却不理会我 自顾自的坐在了我床头的凳子上 午饭没吃一定饿了吧 来 阿玲 喝汤 她温柔的咬了一勺汤送到我嘴边 我冷笑一声 仰手 把她手里的碗打翻 被汤泼了一身的她也不生气 只是无奈的笑了笑 乖 别闹 她轻声哄我 谁他妈跟你闹了 我真想飞起一脚 把鞋踹她兜里 她拿起桌子上的毛巾 仔细的擦着身上的汤汁 突然想到什么 我问 你说 二狗他们进行人口拐卖 是不是你在背后捣的鬼 她愣了片刻 轻笑一声 我的阿玲真聪明 什么都瞒不过你 是不是你导师只是你这么做的 我问 她收起了笑 左过而言她 你知道吗 我们就快研究出成果了 只要实验成功 人类的平均寿命能延长二十年 二十年你知道吗 她越说越激动 慈白如玉的脸上也染了丝丝红韵 我冷眼看着她 虽然她以前也经常会因为实验成果 开心成这样 可这次 我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了 就是不一样了 以前的她 喜悦时眼睛里充满的是希望 而现在 我只看到了野心和欲望 十一 所以 真的是你的导师 可以成一颗大寻人声在背后指使的 对吗 我又问了一遍 她看我一副固执的 想要得到答案的样子 还是服了软 是她 可是阿玲 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又如何 就凭那个毫无家庭背景 从福利院出来的小警察吗 还是凭你一个大山姑女 我笑了 被气笑的 她轻轻捧起我的侧脸 温柔哄道 姐姐 你现在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 等实验成果发布成功 一切尘埃落定以后 我就放了你 然后 我们一起去你最喜欢的国家定居 结婚 我知道你不喜欢小孩 那我们就收养一个 你说好不好 不好 不好 林阳和我的声音一起响起 砰 门从外被踹开 林阳像一只理解的剑 瞬间闪到云兰生身后 云兰生甚至都没来得及转身 就已经被林阳一个过肩摔摁在了地上 你怎么会知道这里 云兰生被压在地上 动弹不得 我轻斥一声 早知道你小子没安好心 早再见到云兰生的第一眼 我就有所怀疑了 本来他来的时机就很蹊跷 我一问他还支支吾吾 眼神闪躲 他难道不知道 每次他说谎 眼睛都会习惯性乱瞟吗 再加上 他还非要单独和我出去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幸亏姐出门前又留了一手 给林阳透了信 林阳从云兰生口袋里摸出钥匙 当我把手铐都解开了 云兰生 你小子敢锁我就得做好被锁的准备 我亲自给他戴上了手铐 现在 换你在这老是待着 等我们把他们救出来 一切尘埃落定 再回来把你送进老子 他却笑了 阿灵 你真以为绑了我就没事吗 教授根本不会因为我而让步 那些村民只听他的 这些条子也得听他的 你能明白吗 我呵呵一笑 摘下了脖子里的黑钻项链 知道这是什么吗 云兰生看着我 等我继续说下去 这是你送我的项链 但我把它改装了 我熟练的从那颗夸张的钻里 抠出一个黑色的原状物体 在上面敲了几下 下一秒 屋里响起了清晰的对话 云兰生面色大变 阿灵 不要 这段录音你千万不能让教授知道 他会毁掉你的 我点头 那行 我不让他知道 他松了口气 但我会让全国都知道 我扯起林阳出了门 不再理会身后的云兰生 我推开了隔壁屋的房门 一进门就看到了各种落满灰尘的仪器 啾啾 一个柜子后面传来了小猫的叫声 我连忙走了过去 小猫 你没事吧 我看他捏捏的 心疼坏了 云兰生那个狗东西 到底是给他注射了多少麻醉剂啊 小猫哼哼唧唧的 窝在笼子里 我连忙捡起地上扔着的钥匙 给他打开门 他站起身 低头晃晃悠悠的走了出来 然后把大头埋进了我的脖子里 还一直低声音叫着 听起来委屈巴巴的 轻轻拍着他柔软的后背 我的心软得一塌糊涂 三年前 我离开他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委屈巴巴的 求我不要走 但我必须走 所以即使知道他会伤心 会生气 我还是忍痛丢下了他 然而 林阳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 瞬间破坏了温馨的画面 卧槽 我第一次听豹子叫 咋这么娘们唧唧的 我抬手掐了一下他的小腿肚子 你小子说话小心点 万一把他说 生气他不叫了 你叫给我听吗 十二 实验室就在神婆庙不远处 出了实验室 我让林阳先带小猫回神婆庙 而我去了村里 上午和云兰生出门时 看到村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就感觉很奇怪 虽然我们村人少 但也不至于一个人影 都看不到吧 结果没想到都爆满了 依旧不见路上有人 我挨家挨户观察了一遍 发现都大门紧闭 安静如丝 突然 一声支支扭扭的开门声 从我身后响起 虽然声音很小 但我还是觉察到了 回头 我看见一扇熟悉的铁门 这是我那便宜把妈甲 我走上前 发现门推不开 于是我看向铁门右侧的狗洞 在心里比划着 我现在还能不能钻进去 十岁之前 这狗洞我钻过无数次 可现在 我二十岁 正当我准备试试时 门锁发生了响洞 我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走到了门前 却没想 门后的人一看见我 似乎被吓了一跳 立马又关上门 我怕他在锁上 连忙一脚把门踹开了 铁门砰的打在墙上 发出几声巨响 别 别打我 地上的女人衣服破烂不堪 只堪堪盖住了重点部位 那瘦的几乎只剩 一副骷髅架子的身体 裸露在外 几乎能数得清 他有几根排骨 给人的视觉冲击很大 恐怖片 我打你做什么 我正准备扶起他 却没想被他身上的臭味 一个被刺 差点给我熏吐 酸臭味混杂着尿骚味 这是几年没洗澡了 他听见我的声音 猛然抬头 被他那双空洞洞的眼睛盯着 我觉得心里有点发毛 你是 严玲 半晌 他愣愣开口 我点头 一脸莫名 不记得啥时候 见过这样一个女人啊 是我呀 是我 你妈 我你妈 说话就说话 骂人做什么 我是何方 你快救救我 救我出去 他死死盯着我 空洞的眼睛里 动发出惊人的亮光 何方 我一脸不可置信 这是我的便宜妈 肥婆何方 没等我问问她怎么回事 下一秒 柴房里走出来 两个衣衫不整的男人 一胖一瘦 我很轻易地认出 瘦的是我那便宜把 颜二双 胖的是便宜弟弟 颜颜 谁啊 本来他们还在骂骂咧咧 看到我的一瞬间 又变了脸色 小娘们 新来的 怎么这么迫不及待 自己送上门来了 颜颜看着我 一脸吟笑 又转头对她爸眨眨眼睛 爹 你这次买得不错呀 一看就是个火辣的妞 嘿嘿 玩起来一定很不错 被她的乌颜慧鱼恶心道 我直接一个过肩摔 你个二B发什么颠呢 今天这么嚣张 任了二郎神当主人 也不看看你什么猪样 一想什么有的没的 小心姑奶奶 我把你咽了 我冷冷一笑 我人力资源部 送你们去采缝纫机的 颜二栓 颜颜 我看你们俩印堂发黑 今日恐有血光之灾呀 我话音刚落 何方不知 从哪抄起一根铁棍 就朝颜二栓脑袋上挥去 明明那么瘦 力气却出奇的大 颜二栓直接飞了出去 躺在地上的颜颜一看 急了 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却没想 何方冷冷一笑 没等他站起身 直接又挥起了棍子 我看着地上两个 满头鲜血的男人 忍不住拍了拍手 嘿 死肥猪 还有你这个老不死的 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 他们抱着头 在地上蜷缩着 就好像两只大虾 听见我的话 颜二栓瞬间反应过来 颜颜 是你 我勾唇一笑 猜对了 奖励你们几个爱吃的大笔斗 我话还没说完 何方已经左右开工开干了 两个男人 早就被那几铁棍 抡得丧失了战斗能力 面对疯了一样的何方 他们连反抗都做不到 颜二栓 颜颜 你们两个见货 为了那些买来的女人 打我 还敢把我关进地窖 你们该死 目睹这场闹剧的我 嘖嘖称奇 我明明记得他们 三个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来着 难道是我回村的打开方式不对 颜二栓和何方重男轻女 尤其是何方 明明自己也是女人 却看我格外不顺眼 对我非打击骂 饭桌上多加一筷子菜 都要打骂我 说我好吃懒做 烂饭桶 可是明明从我有记忆以来 家务都是我做的 我的饭量也很小 他剩的碗底 都够我吃一顿 每次何方打我 颜二栓 都不声不响地 坐在一边吸烟 等何方打累了 再来一句 颜领 你懂点事 小的时候 我只以为说我不够懂事 所以他们都不喜欢我 后来何方生了颜颜 我才知道 原来单纯因为他们脑子有动 颜颜骂他们 他们笑 颜颜打 他们他们鼓掌 这不是蠢蠢有病吗 小时候我还羡慕过颜颜 有爹疼 有娘爱 她好像根本不用做什么 只要会呼吸 就能引来爸妈的关心 但如今看着这壮观的场面 我只觉得 九 因为六番了 扑通 扑通 突然 紧闭的柴房里 传来了微弱的垂门声 我快步走上前 把挂在门上的所摘了下来 门瞬间开了 只见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子 趴在地上 手死死拔着门框 她的脸上 身上都是血 眼睛却死死盯着我 嘴唇吸动着 救 救命 我连忙扶起女孩 余光扫到柴房里的一幕 我又被震惊到了 角落里还蹲着一个女孩 女孩手里死死攥着染了血的木棍 双目无神 看样子已经吓傻了 两个女孩 被她们折磨的人 不忍鬼不鬼 我是真的被这对父子恶心到了 既然都这么喜欢折腾人 那就 互相折磨吧 言二栓 言言 恶有恶报 你们自己造的业 终究会在你们身上应验 我咧嘴一笑 眼中却无半点笑意 留下这句恶毒的诅咒 我带着两个女人走了 走出去没多远 何方追了上来 她塞给我一张照片 孩子 以前是俺不好 俺对不住你 今天没有你 也不能风水轮流转 让俺把他俩揍一顿 让他们尝尝当年俺受的苦 俺知道俺欠你的还不完了 但是俺告诉你一个秘密 能缓一点是一点吧 你其实不是俺的孩子 你是俺们从人贩子手里 买来刷娃娃的 这照片是当初 你被拐来穿的衣服的兜里的 你用这个出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去吧 我并不意外 点头收下了照片 阿婆和我说过 我这辈子和父母原浅 浅到几乎没有 换种说法就是 他们已经不在世了 没几天 村子里流传出了一段嗨事奇闻 关于颜家 关于父子不伦 反正自难以后 村里的所有男性 都渐渐疏远了他们俩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13 晚上 我把两个女孩 带到了山顶的神婆庙 他们抱在一起哭了好久 反复问我 他们真的逃出来了吗 我叹了口气 你们是真的逃出来了 放心吧 我会帮你们 把你们安全送回家 我问他们其他人在哪 他们却拼命摇头 不肯开口 似乎畏惧着什么 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到 二狗他们 一定是威胁过他们 我叹了口气 也没再逼问 后半夜 出去调查 线索的林阳回来了 你们别怕 他是警察 怕他们见到男人会害怕 我连忙点明了他的身份 起初两人 还一脸畏惧和恐慌 听完我的话 立马充满希望的看向他 这次 你们敢说出 其他女孩被他们藏在哪了吧 我说 为了让他们安心 林阳点头 郑重承诺道 你们放心 我林阳 就算是拼了这条烂命 也会把你们所有人都救出去 那个向我求救的女孩 也就是小葵 咬了咬牙 开口了 目前为止 被拐的大概有八十多个人 我们每个被拐进来的人 都会被他们关在一个叫二狗的人家的地下室 他会给我们每个人定等级 定价 村里的人只要给够钱 就能把我们租回家 时间到了 要送回二狗家 循环往复 林阳一拳狠狠地打在墙上 畜生不如 小葵吸了吸鼻子 继续道 每个月 他们会让我们测试是否怀孕 如果怀孕了 就要被拉走 被拉去拿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 被拉走的 没有再拉回来过 小葵说完 我瞬间就联想到了 云南生曾经的实验 怀孕的女孩们 一定是都被他们拉去做人体实验了 这群畜生 不 说他们是畜生 都侮辱了畜生 他们根本不配为人 他们就是一群恶魔 我咬牙 跑到堂屋 愤恨地推倒了众神像 他们根本不配拥有神的庇护 碎片撒了一地 看着满地碎片 我突然悟了 原来 当初阿婆说的命该如此不是我 而是神婆村 我突然觉得讽刺 明明这里叫神婆村 明明这里是先有的神婆 再有的村民 主人接纳了外来人 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子民 还用自己的能力为他们祈福 消灾 可突然有一天 外来人竟然开始基于这种 不属于他们的能力 对主人赶尽杀绝 也许 是从阿婆发现我的那一刻 亦或者他们打断祈福一事 杀了神婆的那一刻 更甚者 他们生出邪念开始 他们就被神明诅咒了 我以前也曾恨过我自己 为什么只会奇灾 我也曾怪过我自己 阿婆的死 是不是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是我不会祈福 所以村民才会生出 掠夺神婆炸祭的心思 但是现在 我误了 我的能力 是神明赋予的 神明派我来实现他的诅咒 两个女孩都很虚弱 我让他们在我的床上休息 而我和林阳睡在了地上 身边躺了一个大活人 我感觉全身都不自在 大半夜睡不着 我索性掏出了 白天何方塞给我的照片 照片里有四个人 一男一女 看起来像是夫妻 他们搂着怀里的小婴儿 正对着摄像头微笑 我和男人的五官有气氛像 脸型很像旁边的女人 如果这对夫妻 真的是我的亲生父母 那我一定看不出他们的面相 果然 什么都看不到 我叹了口气 没想到 第一次见到亲生父母 是这种情况 三人旁边还站着一个男人 他穿着一身戏服 温柔地看着面前的一家三口 细看就能看出 他的表情中还带着一丝恭敬 但我总觉得 在哪见过这个媳妇男 在哪见过呢 在哪 我想起来了 是酒吧 那个向我搭讪的中年大叔 可我那时好像误会他了 以为他是个见色起义的老大叔 我心里一阵感慨 命运真是奇妙 让我们时隔这么多年再次相遇 却因为我一念之差 让我们没能相认 我为了躲他被拐回这里 又阴差阳错地得到了这张照片 通过照片认出了他 命运啊 命运 十四 第二天 我和林阳打算去二狗家 结果小葵他们 却非要跟我们一起 我看了眼破破烂烂 几乎踹一脚就能散架的大门 还有他们看向小猫时 眼里的惧怕 决定让林阳留在这里陪着他们 林阳沉默片刻 递给我一把枪 虽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对我来说完全没必要 我轻斥一声 你这是在质疑我这个神婆的能力 这个山头你去打听打听 谁敢惹 我十三还没吹完 就对上了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 好吧 这小子算是把吃卵不吃硬我拿捏住了 第一次拿枪 我有点兴奋 再一想到那些人看到这把枪的表情 我更兴奋了 我兴致冲冲地赶过去 结果 二狗家空无一人 前天我磕的那些瓜子皮都还在原地扔着 救救救救命 一道熟悉的结巴声从我侧后方传来 我回头一看 呀 老熟人 呦 这不是老二吗 一天不见 混这么拉了 他被绑在树上 脸上鼻青脸肿的 活像个猪头 衣服上全是土和脚印 狼狈之极 他身旁是黑老大 伤情比他严重得多 头低垂着 似乎昏迷了 祖 祖宗 求您 宁宽宏大 大量 他那俩自一个结巴的 我听得难受极了 我踹了他一脚 我可没有你这种不孝子孙 还有 我很小气 牙子必爆 我是不会放了你们的 但我真香了 偌大的地下室里空无一人 两个鬼影都没有 我又返回到了二根前 如果你能告诉我 二狗他们去了哪 我还是可以考虑放了你们的 他沉默片刻 不 不 不告诉我 我丝毫不带犹豫的 扭头就走 不在这里 在后山的祠堂 他极吼出声 整整十个字 没有丝毫刻八 我脚步一顿 你小子是懂得福的 当然 我最后也没放了他俩 而是把他俩关进了二狗家的茅厕里 好了 这里有吃有喝 不死你俩 给我老实待着 否则 我看你俩印堂发黑 如果敢背着我偷偷逃跑 出了厕所门 直接暴毙而亡 见识过我诅咒威力的老二 敢怒不敢言 只能点头 我转身离开 正准备直接杀去祠堂 却没想 刚出二狗家 我突然听到 远处传来一阵威武威武 往远处一望 我擦 一排警车 正在朝这个方向驶来 我瞬间就想跑 结果 他们不过眨眼间 就飞驶到了我跟前 围首的车上 下来一个大肚子警察 我直接举起双手 把怀里的枪往地上一扔 警察叔叔好 首先我是好人 跟着苗红的大三学生 结果被人贩子拐来这里 这枪是一个警察 非要塞给我的 我不要他非给 没等我说完 他身后传来一声激动的大小姐 上帝垂帘 我终于找到了 老爷夫人的掌上明珠 大小姐 老奴找你找得好辛苦 听到这熟悉且糟糕的台词 我瞬间猛逼 不是 和隔壁窜息了吧 下一句该不会是 跟老奴回家继承家业吧 我心里的吐槽 和男人的话完美重合 男人激动地跑到我跟前 我一看 老熟人了 我瞬间就想通了 看来 我的亲生父母 临终前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家业 还有 一个尽职尽责的管家 他急切地拉住我的手 甚至激动地颤抖了起来 我回握住他的手 管家大叔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实话告诉我 咱家全市大不大 他一愣 大手一挥 全国数一数二 我跟你说 听到前面四个字 我直接一个闪现上了警车 上车 出警 15 三天后 几则爆炸性新闻 一经报道 直接上热搜 震惊全国 违背伦理 星号星号 一科大学教授 寻星号星号 人体实验 为了增寿 人类都能做出什么 泯灭人性 大学教授 联合人贩子 拐卖妇女 群体犯罪 神婆村 全民罪犯 神婆村唯一的光明 神婆 律师 神明的正义使者 清晨 我在传说中 三米宽的大床上醒来 小猫在我的脚边睡得正香 一瞬间 感觉像美梦还没醒 我的管家 大黄恭敬地端着一杯 37度的纯牛奶 露出了标准的八颗牙齿微笑 早上好 总裁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美丽了呢 我抖掉了身上的鸡皮疙瘩 端过牛奶一眼而尽 总裁真棒 一口气就喝完了一杯200毫升的牛奶 很好 还没来得及咽下去的牛奶 成功地在我嗓子里来到了急刹车 20岁 一口气喝完一杯牛奶 对管家夸真棒 未来可期 艰难咽下嗓子里的牛奶 我抽了抽嘴角 管家大叔歪个楼 到底是谁告诉你 大黄在中国词典里意味着忠诚的 刚开始听到他的中文名字 我差点笑疯 后来我偷偷问了家里的女佣 才知道原因 因为她想取一个 符合他管家职业的中文名字 老爷和夫人 我直接一个暴跳如雷 他们可真 狗 他却十分怀念地笑了笑 我知道大黄在中国是狗的名字 可是 这个名字是老爷夫人给我取的第一个中文名 也是最后一个 我在心里默默补充 当初 我父母把公司开拓到了海外 在那里他们有了我 于是就在那定居了 也是在那里 他们雇佣了一个华侨管家 也就是现在的管家大叔 我两岁那年 爸妈带我回国参加朋友的婚礼 却没想 就那一次没有带上管家大叔 我就走丢了 他们为了找我 路上出了车祸 世事无常 谁能想到前几天还在抱着宝贝女儿 调戏管家的恩爱夫妻 不过参加了一场挚友的婚礼 却弄丢了心爱的女儿 也弄丢了性命 我叹气 人生是多么世事无常 所以你就让我做我自己喜欢的是吧 管家大叔 好吧 管家大叔无奈探手 没等我开心三秒 他补充道 但你答应我 律师事务所开不下去 就回来继承家业 我疯狂点头 以前我觉得放着总裁不当 跑去追寻什么自己的梦想的人都是傻茶 但是现在我真香了 那种为善良做辩护 像罪恶做斗争的感觉 一个字 爽 阿婆的仇 被拐卖受害者的怨 我都为他们讨回来了 法律不能做到人人平等 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村民们全都进去采缝刃机了 徐日生和袁兰生等人自不必说 黑老大 老二 虽然被找到时有些 不堪入目 但也被警察带回来 送去做天堂散了 黑老大团伙里的其他人 也相继落网 当然 其中也少不了林副局长的功劳 哦对 案子一层层传上去 上级领导对他大家赞赏 又因为局长被捕入狱 原来的副局成了局长 于是直接把他提成了副局 再之后 林副局又从以前那些 被突然中断的案件中寻找蛛丝马迹 最后竟然查出一个 势力极大的人口拐卖组织网 总之 打击犯罪仍在继续 无论是我 还是林阳 无论是律师 还是警察 更无论是个行个业 法网灰灰 说而不漏 罪恶终究会受到制裁 再后来 我在律师界越来越出名 我的谜弟谜妹们越来越多 不知道他们从哪听来的一句话 反正每次上法庭前 官司打赢以后 都会嘟囔一遍 左手刑法右手咒 我叫阎林你记住 当事人我露出了阴森的笑 林阳 你小子玩球了 番外云兰生片 你 我叫袁兰生 是个天才 反正别人都这么叫 14岁时 因为一篇关于增长人类寿命的论文 我被顶尖医科大学的教授 拓格收为弟子 我起初是怀着一颗敬畏 感激的心 去K城和导师探讨这项研究的 却没想 他把我的论文扔在了垃圾桶里 然后甩给我一个实验室的地址 冷冷丢下一句空有理论 全是废纸 做出成果再来找我 这是我14年来 受打击最惨的一次 但是没关系 我会做出成果给他看的 当天我就收拾好了行李 做了最近的一班航班 但是当我寻着导师 给的地址找过去时 我开始怀疑 我是不是上错飞机了 实验室怎么可能会在大山里 我正准备离开这鬼地方 转头看见一个人 确切的说 是个女孩 但她好像昏迷了 我撸了一把袖子 算她走运 我正好是学医的 走近以后我才发现 她受得吓人 别 别碰我 她好像突然恢复了点意识 还没睁开眼睛 就拍掉了我正在翻开眼皮的手 我无语 我不碰你 怎么给你做检查 总得知道你昏迷的原因吧 啊 她有气无力道 我一拍额头 这么显而易见的 答案我竟然没想到 我赶紧掏出包里的面包和水 她看了眼我手里的面包 喂 我 这丫头真没礼貌 我才不要喂 吃饱了吗 要不要再吃一个 我刚刚给她的面包太小了 喂 她吃了几口就没了 喝水 又这样 她自己没长手吗 打我有力气 喝水没力气 我才不管她 慢点喝 别枪道 我一只手稳定住瓶子 一只手扶住她 让她靠在了我身上 等她吃饱喝足 我掏出写着地址的纸条 一脸稀奇地问道 我找错地方了 对吗 她倾笑一声 指了指不远处的几间木屋 那不就是 我顿时觉得五雷轰顶 这比让我知道我坐错飞机还难受 二 那天开始 她好像赖上了我 起初 我觉得她爱手爱脚 除了会妨碍我做实验一无是处 后来 嗯 虽然她笨手笨脚的 还总乌鸦嘴 但是她很有趣 给我枯燥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慢慢的 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她了 我甚至拉着她一起做实验 她问我 为什么要让她和我一起做实验 我也想知道 我为什么拉她做实验 于是我随口胡编了个理由 说她会中医 能给我灵感 笑死 说出来我自己都不信 她连吉利和黄奇都分不清 但没想到 她一听就信了 且深信不疑 再后来 我生了以后带她走的心思 于是我鼓动她参加高考 这样就可以走出大山了 她欣然同意 之后的日子 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她备考 我做实验 每天做完实验 一抬头就能看见她 真好 我的研究出有进展时 因为她说的一句万物皆有灵 我终止了实验 无所谓 我都想好了 等她上了大学 我就和她转去一个学校 反正我的学籍还没有转过去 那个老实的实验 大不了不做了 那个在学术界鼎有名 却丝毫没有人情味的导师 大不了不败了 三 她骗了我 她根本没选医学 她选了法学 她也没选我们约定好的学校 而是另一所大学 我不明白 为什么她答应了我 却又失约 问她理由她也不说 我第一次和她生气了 当然 并不是因为她选了法学 而是她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为什么不肯告诉我理由 给我一个解释 就在这时 家里传来我母亲重病的消息 是肿瘤 恶性的 晚期 我的导师 徐日生 他是这领域的专家 她说的是我的实验 于是我开始研究各种动物的脑脊液 终于 我提取到了类似物质 并在动物身上试验成功了 她答应给我妈妈做手术了 我也终于有资格回学校 和其他师兄师姐一起上课了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却没想 这是我人生走向黑暗的转折点 妈妈的手术一次完不成 要两次 甚至更多次 徐日照就此威胁了我 我参加了人体实验 我食恶不赦 我再也不配喜欢严林了 是的 我喜欢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种朋友间的喜欢变了位 但等我察觉时 已经晚了 我们回不去了 四 后来 她来看过我几次 我很庆幸 每次她都是一个人来的 我也就只能这样 卑劣地庆幸一下了 你后悔吗 她问 不后悔 如果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这样 才怪 我后悔了 阿玲 我后悔了 下辈子 我不要做天才了 我想做个普通人 遇到喜欢的姑娘时 能毫无顾忌地 送她玫瑰的普通人 我自杀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 自杀前我拜托了即将出狱的御友 让她在我坟头放树玫瑰花 因为我知道 阿玲她一定会来我的坟头看我的 全文完